記憶體的價格開始往上 我們要請教志玲會帶動股價 今天最強勢的就是記憶體 為什麼呢 我們今天特別跟大家強調一下 就是在NetFresh的部分 因為NetFresh它其實現在平均的終端售價 大概漲了13% 所以大家預估業者 就是有機會在第四季會 激增大概至少兩成 所以那為什麼要漲價呢 其實就是原料的部分 開始有明顯性的上漲 究竟是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剛剛有跟大家提到 因為有一些AI PC的商品 開始要出來了 因為AI PC的關係 整個記憶體的用量要提升 我們剛剛也特別提到 這些的科技大廠 就是都投入這個AI的一個軍備競賽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NetFresh的報價的部分 報價的部分的話 其實在最近第四季 它就漲了大概四成左右 而且光是11月份 就是這個位置 大概光是NetFresh 就漲了21% 這漲幅很驚人 沒有錯 所以今天的記憶體 雖然是華邦店 南亞科是跌的 但是只有NetFresh的部分是漲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NetFresh的這些業者 包括像群聯或者是威剛 他們最近開始發債券 跟現金增資 因為他們要去抄底 去買NetFresh的原料 所以就是買了這些便宜的東西 所以他們的營收的部分 就有機會很明顯性的往上成長 我們先看一下 如果現在做記憶體的話 我建議大家找NetFresh比重高的 像群聯的部分 大概高達7成左右 但它跟華泰 其實最近也是很標的一檔股票 華泰標很多 他們是策略聯盟的一個公司 有機會拿到美超委的訂單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群聯的股價 今天一根中長紅 已經突破500塊錢 創新高 威剛的部分 它NetFresh的比重 大概是44%左右 也是非常的高 股價經過在這裡打一個WD 整理之後 也是一個帶量的紅K